大家好,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部Youtube頻道的時間 又我來自澳洲的珍必詩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在節目開始之前 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砌抗疫,拼經濟,化妄補 好,今節我們就講一下西方有一個行業 你制裁俄羅斯,其實俄羅斯也會反制你的 我們看到其實 很多的 西方銀行顧問 打算退出俄羅斯市場 不過 普京大帝推出的一項法律 現在是擾亂了他們的銷售 因為他們打算退出市場,無非是賣給別人 並且 原來 普京大帝這個法律 允許和克里姆林宮 關係密切的商界人士 才可以交易 這樣 這些西方的銀行業者就說 喂 你不是等於打劫 找你那些人來交易,最後到你普京手上 那麼 西方制裁他,他肯定給你一點顏色 自從俄羅斯出兵烏克蘭都差不多 可以這樣說,11個月 快一年了 快一年了 只有少數的西方銀行 是可以成功脫離俄羅斯 當然 代價都很大 而其他的西方銀行 就是繼續 保留他們在俄國的業務 但是 對於大到大多數 打算出售他們 即我指的是西方銀行 想出售他們在俄羅斯資產 這些銀行業者來說 普京去年 就說過 來自不友好國家及地區的人士 沒有經過他的批准就不能夠完成交易 所以想著迅速退出俄羅斯市場 瞬間 就是希望破滅 現在 總共是 計一計算 原來受牽連的公司 俄羅斯媒體昨天就說 有45間 這些都是西方 銀行的 子公司 參與 這些 交易的 西方銀行的人士就說 預計 俄羅斯總統的官員 是會挫敗一些 已經在談的 銷售交易 同時 從根本上來說 是改變了其他銷售交易的條款 他們就預計 可能 過一段時間 克里姆林宮對於這些交易 會施加更加大的影響 已經達成協議的銷售價 價格會下降一半 甚至 更加低 兩元盧布你都買過了 雷諾 很不幸地 原來 很厲害 雷諾 在俄羅斯是有銀行的 那麼厲害 傑哥賣不出 對不起 他之前已經是把他的業務 打算賣 結果 兩奴布賣了出來 所以可能他們之前就覺得 兩奴布 不如不要賣 就是了 看看 這些 西方的 銀行 的業務員 涉及交易的人士 幫忙談生意 幫忙談賣銀行的人 就說 原本在交易當中 被 擊敗的潛在買家 很搞笑 已經是獲得 總統的批准 即是普京的批准 即是 本來你要賣給 本來談好了 跟其他人說 後來他說 不行啊 你要賣給他才行 本來有資格 甚至談好了那些買家 普京說不讓你買 總之我說誰買 他才可以買 所以他們就覺得 唉 想買的人 就 沒可能夠膽 從克里姆林宮 推薦的 對手當中搶走 生意吧 很可能 那些是代表俄羅斯政府的 你這麼敢跟普京搶生意 就是這麼簡單 問你一個你敢不敢 不敢 一位參與談判的西方銀行 跟人士就說 唉 有一些非常有權有勢的俄羅斯人 他們跟克里姆林宮 關係很密切 甚至可能是普京的白手套 他們 打算利用自己影響力 從 逃利 這些外國人手中 拿到銀行實體的控制權 由於跟俄羅斯政府談判 是很敏感的 這些人士跟幾位人士 接受 媒體訪問時 不開命的 其實 好像來自 俄羅斯 一間 德傑俄羅斯事務所 叫德傑俄羅斯事務所 我們每天都處理這類交易 很多西方銀行 想賣走俄羅斯業務 不過 越來越難 而且克里姆林宮推出的政策貌似 向他們心儀的 一些國內買家傾向 我說你 行就行 不行就不行 現在形勢非常不穩定 而且規則真的很不明確 規則很明確 你和普京熟就是了 其實很明確 是嗎 其實在俄羅斯出兵烏克蘭的幾天之內 西方銀行業 就看到一個 很嚴峻的選擇 他們在俄羅斯 用了幾十年時間 慢慢建立起自己的分支機構 但是 因為擔心制裁 亦都擔心自己整副生意沒有了 現在跟整副生意沒有了 當時就想著迅速地 出售業務並且承受巨大的損失 有些這樣做 有些就覺得 不如堅持一下 會不會 戰爭有希望 老實說我覺得戰爭之後 你說世界是否怕了普京不敢和他做生意 是 西方大部份 我覺得會是 但是我覺得最後過多幾年 如果普京倒台 或者是 差不多那頭近 你說他們會回到俄羅斯 雙人無組 你這樣說是對的 可不可以堅持得到 那時候 始終有那天 是有那天 不過 你沒有付出 慘重的代價 你受不了那一天 你用慘重這個詞 很好 你只受了一兩年 你已經是承受不起 整個業務沒有了 所以這個抉擇 很多銀行 都是在最後堅持 留在 有少數銀行 就出售了 在俄羅斯業務 當然 出售了等於送 那麼西方的制裁 就引起了莫斯科的反制 令到西方銀行 幾乎不可能 在俄羅斯展開業務 我們看看 有什麼響當當的 銀行 有這個 Commercial Bank City Bank 當然是花旗銀行旗下 還有 特務次銀行 雷諾 還有 ing 還有 三井駐有金融集團 三零日聯金融集團 匯控 全部響當當 想不到 這個豐田 都有 AO Toyota Bank 是專門做汽車買賣的業務 不知道 反正就是豐田公司 原來 BMW也有Bank 也有BMW銀行 是的 那些大的車行也會有 是的 因為之前 沒有 沒有戰爭之前 俄羅斯其實都承接很多 各個國家的汽車的生產業務 還有是德國商業銀行 法國巴黎銀行 全部響當當 還有 摩根大通 有 CB JP Morgan Bank International 這些留在俄羅斯沒有什麼運限 還有高盛銀行 還有三零商業 還有保時捷汽車控股 德國 厲害 但是它原來叫福士銀行 俄羅斯分部 還有瑞銀 不好意思 瑞信 原來這個Bans也有銀行 還有 還有 這間銀行 我覺得它有點容易 就是印度國家銀行 紅股 當然是有好國銀行 還有稅銀 銀行 還有 PayPal 俄羅斯 也有 西聯也有 西聯也有 全部響當當的 還有 American Express Bank 就是美國運通公司 未知那些你不用想 應該沒有什麼 不用想 看到這45間當中 除了一間 印度就有些機會是逃生到 其他基本上就很難 不是 美國的就是 日本 荷蘭 還有德國 德國 還有南韓 日本 英國 會孔 英國 還有澳地利 意大利 匈牙利 匈牙利有些機會 因為始終歐爾班 跟普京大帝關係不做 保加利亞 說過要 對撼俄羅斯 所以看到 這幾十間全部響當當 好像剛才我們說的 奧地利那間 銀行 是在俄羅斯和烏克蘭 擁有最大業務的西方銀行 這間銀行 增加了貨幣 對沖和現金儲存 因為 他們就預計 隨著軍隊今年連錯 在兩國 邊境集結 其實 他擔心 客戶 會 狂拿 存款會擠提 但是 跟多數的西方銀行一樣 自從去年2月24日之後 這些銀行的高管 是措手不及的 好像剛才我們說的那間 阿茲頭的 奧地利銀行 他就說 那天 即去年2月24日 是他人生當中最震驚的一天 他們在 俄羅斯的子公司 是克里姆林工名單上最大間的那間 在出兵烏克蘭之前 很厲害 他們的銀行 為什麼他走不了呢 因為他們 在俄羅斯有420萬個客戶 和差不多一萬名員工 這間銀行 還未想 如何從俄羅斯撤出 撤不到 因為你送給他 半架 半架 好像雷洛 有回購的 條款 不過他說給你回購的時候你才可以回購 今年年初這間公司 在俄羅斯 都很厲害 差不多230億歐羅的資產 原來 只有 3.54億 歐元 這叫做 是受到 西方 金融機構制裁 很厲害 不過可能他剪開業務 就撤不到 任何東西 另外 7月底 匯豐就同意 去年7月底 就 將俄羅斯子公司出售給當地銀行 Expo Bank 這筆交易 令匯豐 是可以 慢慢退出 自從莫斯科 年初出兵烏克蘭之後 政治已經是很可怕 最搞笑的是 剛才我們說 他以為7月可以交易 結果 這項交易 被普京大帝 割置了 哈哈哈 糟糕 匯豐就說 我們還是努力嘗試完成這筆交易 但是 他們也說 作為收購方 這個Expo Bank 需要獲得普京的批准 對於 匯豐來說 和簽署交易時相比 沒有任何變化 但是 要 透過這個機制 這個機制就是普京 批不批准你 這個機制只有普京才知道是什麼standard 只有普京才知道什麼標準 其實他的標準就是 批不批不批 是不是 你開心就批 不開心就不批 你的國家和他不友好的 特別是制裁的 當然是首當其衝 不是英就是美 還有歐盟很多都是 其實 看小時候普京是討厭英國多一點 因為比較野民野武 還有你講實力的話 普京這個人 其實是很看實力的 美國始終是有實力的 對不對 你講實力來講 英國當然跟美國差感10萬8千里 還要在這裡夜民夜武 對 第一個給主戰坦克 給烏克蘭的國家 你什麼都第一 我最記得當時有位 俄羅斯高官說 如果真是我們玩核的話 第一個就搞你英國 所以都挺害怕的 都挺害怕的 另外在總統領頒布之前 其實有一間成功轉移 俄羅斯子公司銀行製 哪間這麼幸運 法國興業銀行發興 他們在去年4月 同意將他們的 Ross Band 和俄羅斯保險業務出售給俄羅斯的 一位億萬富翁 算快手 戰事發生差不多兩個月之內 那個億萬富翁和普京很熟 最後就把普京搞底算了 發興銀行出售給這位哥哥 波塔琳 他是俄羅斯最有錢的人物之一 而且和普京大帝很熟 剛剛這麼幸運 上個月他被美國制裁了 幸運不然你也買不到 普京批你但美國也要看看 制裁了他最怕你煮不到醬 對 你買了也沒用 他給不到錢 他不是不想給你 就等於之前 非洲國家 他們不是說 要買俄羅斯的 糧食 其他化肥 化肥 但是 有些銀行就被 西方制裁了 我知道俄羅斯的銀行被西方制裁了 還有那個 國際支付系統 又不讓他使用 他們說我們給不到錢 不是沒有錢 那就很糟糕了 其實法興銀行 還曾經在2008年 在這位 波塔寧 收購了 業務 最搞笑 收購了之後 想不到 澳澳戰爭的時候 賣 在他手中收購 賣給他 發興銀行的一位 高層就跟媒體說 幸好我們做得快 非常非常快 我們 張業寶賣給 一個非常了解行程的人 了解行程 普京帶別的好朋友 他也說我們甚至 接到了競爭對手的 祝賀電話 就問我們 怎樣可以那麼快脫手 不過 那麼快的出售 其實法興 你以為不用損失 法興是損失了 33億歐羅 其他 想著快速出售業的 西方銀行 基本上 本來有些現成的買家 但是個個都說 不行 很危險 有些是俄羅斯國內的 但是那些就沒有得到 普京的祝福 所以估計都是買不到的 最重要就是 得到普京大帝的祝福 你沒有祝福的話 我為什麼會賣給你 所以最後 也是大帝說了算 另外 還有一間銀行 叫做 Unicredit Unicredit 其實他們在俄羅斯業務 有200萬的用戶 和3500名員工 他們的CEO 越大的香港就越糟糕了 我們那些不友好的國家 普京大帝把你視為不友好國家 越大就越糟糕了 是 其實 他們在 我戰爭之前的幾個星期還打算收購 俄羅斯銀行擴展業務 但是 不行了 而且現在總共虧損了70億歐 另外 我們也看到 如果你真的想賣到業務 你真的要 普京大帝心儀的對象 普京大帝心儀的對象 當然知道 有普京的背書 他怎麼會給你一個好賤呢 是吧 但是如果你繼續在俄羅斯 在俄羅斯繼續做生意 亦都會被西媒狂批評你道德 或者政治不正確 最近 很多銀行就說 我們打算是有罪 並且果斷的方式 脫離俄羅斯 這句話我覺得有矛盾 有罪和果斷 一般來說 是慢慢的 有罪 但是果斷的話可能 你又要 快 是吧 你就算有齊這兩樣條件 也不足夠 最重要的 就是我們封面塗各位阿哥 他肯才行 有罪沒有罪 都要經過他同意你才可以出售 是的 另外 這個 九月份的時候 花瓊銀行在撤會議上就說 唉 不知道怎樣可以退出俄羅斯 當然 他們就說不想以送禮物的方式 送給一些 買家 那你繼續在這裏 繼續耗 你應該不應該這樣想 是不是送禮物 你應該說 怎樣不蝕這麼多的情況之下 可以脫身 沒錯 你這樣想 就可能可以 花瓊銀行 未知 當然是受到普京大大的特別照顧 他們的子公司 是受到普京的 總統令嚴格約束 他令銀行採取不同方式的 處理方法 來降低風險 以及 打算 減少損失 不過 截止到去年 年底 一年都虧了75億美金 哈哈 在一年多裏 其實 也找不到 俄羅斯業務的新買家 花旗就決定只可以 逐步地 關閉這些 業務 上個月 這間銀行就向當地銀行 Userbit 出售 一組 一組 俄羅斯消費貸款 的 項目 當然 出售很少 這間銀行亦都計劃在 今年的第一季到尾之前 關閉他們在俄羅斯大部分的銀行機構 不過事實可能會證明 他們的托管業務 是更加難抽 是的 是很難的 當然 有沒有辦法 慢慢走是不行的 因為 你是逃不過普京大帝的法眼 其實 最後你們困死在俄羅斯 一切的命運 這班銀行 他們都說 他們在俄羅斯子公司一切的命運只是掌握在普京手中 對於他們來說是一個極其困難的局面 大多數銀行都是這樣的 最初 沒有辦法出售 受制裁的實體 現在 又將所有這些銀行 又不 給賣給人 其實這也是 俄羅斯的願望 就是 沒有可能讓你們的西方銀行那麼容易 離開我們這裡 制裁 只有你那麼過癮 其實 這些西方銀行 要不像我們剛才所說 損失慘重的選手離場 要不就是 慢慢困在俄羅斯 吃到糞便 可能他們要捱到俄烏戰爭 如果捱到俄烏戰爭 俄烏戰爭 並且 俄羅斯和西方 有少少計談 的時候 可能有轉機 不過現在他們處於兩難狀態 基本上他們都說 看不到任何的出路 沒辦法了 因為 大家都在戰爭之下 無情說了 好 今集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網友 下節再為大家分析其他的議題 就這樣 拜拜 拜拜 拜拜